李老师读书说的那些苦 我们做梦都想不到 他跟我讲 法跪不是跪在地上啊 跪在砖头上啊 就做辛苦 他老人家给我们讲学 教导我们 无论是佛学是入学 迎经据点随口拈来 他不需要查资料啊 我们看得很佩服啊 他告诉我 你知道从哪来的 不晓得 跪砖头来的啊 你们没有跪过砖头啊 谁不幸运 有阿弥陀佛经允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世金收持者 就闻祝福名者 这个祝福就是阿弥陀佛 世主善男子善女人 皆为一切祝福之所乎你 这个里头最重要的 就是善子 善男子善女人 善的标准是什么 是世善业道 现在呢 我们学习 应该把地质规感音篇 都把它包进去 为什么 世善业道 我们为什么学不好 是在讲 古时候 不必太远 民国初年的人 我们上一代 像李老师 夏连居 他们那代以上 善男子善女人 做到了 为什么做到 他们受个好的家庭教育 民国初年的人 那时候家还在 家学还挺甚 这些人念书 都不是现在什么大学 都是四叔就读成的 以后出来参加考试 那这个呢 李老师还念过学校 李老师 再往上一辈 他的父亲 就没有学校了 清朝没了 就没有学校了 完全是四叔 是家序 家学里面教的一言 也是 出高土 李老师 都是受的那些苦 我们 做梦都想不到 他跟我讲 法跪 不是跪在地上 跪在砖头上 做辛苦 他老人家给我们讲学 教导我们 无论是佛学 是儒学 迎经据典 随口拈来 他不需要查资料 我们看得很佩服 他告诉我 你这从哪来的 不晓得 跪砖头来的 你们没有跪后砖头 谁不幸运 所以中国古时候 小孩 真的是很辛苦 受 应该的教育 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 那个概念 这个童年是天堂 儿童 儿童是夜深的天堂 快乐 没有什么拘束 中国做小孩 很辛苦 这个十一二岁走出 像小大人一样 规规矩矩 观念不相同 在童子的时代 把一生所学的东西都要完成 考取公民之后 或者是没有去考公民 从事任何一个行业 青年时代 奉献于学会 造福于家庭 为家庭造福 他一生有个目标 我为什么合着 我为家合着的 一生就想为家 容忠要主 光大门美 所以他有依靠 他心是定的 在园的地方 度过他 一生 最后 落叶归根 晚年退休 一定回老家 为什么 家养老 所以人生 最快乐 最幸福 最想享受的 是什么时候 老年 老年享乐 幼年扎根 根深迪固 扎得很辛苦 这个根 就是 能理道德 因果的教育 所以这个教育 人人是好人 这四四是好四 社会安定 少壮的时候 为社会 为国家 为家庭造福 万年的时候 享福 这跟外国不一样 外国到晚年 很可怜 中国是 晚年是最幸福 享福 60岁以后 从前做官 做官退休 是70岁 四代福 70岁 就告老 还乡 回家就养老了 就想福了 所以这 善子 比什么都重要了 善男子 善女 借为一切祝福 之所乎 这是 赢这么多 今天 给你看 这不是一步 经讲的 这师尊常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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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